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很多人都是没戴口罩 但是差不多一个月前 新闻上每天新的感染者 数字是超过一千个人 从那个时候我觉得全世界的感染是非常严重的 然后我旁边的人都戴口罩 还有公司也是不戴口罩的话 不能进去 差不多二月末吧 我才知道了 现在特别严重 后来的话三月二号开始学习 但是二月末在韩国特别严重以后 整个学校都停了 所以在韩国一个月前 开始了网站上学了这样的过程 大部分的人现在公共场所 我们不戴口罩的话 大家都看了不好的眼神 还有上班以后 我们在座位上也是带口罩 公司规定是禁止 我们面对面的会议 都是食品会议 还有我们吃饭的时候 也是两个人都不能对面坐着吃饭 现在这个不是政府的规定 但是政府的劝告是这样 所以现在公司里有的部门的人 是在家里工作 但是有的人 比如说开发部门 在家里不能做自己的工作 现在还是上班 但是一个星期一两次 在家里用电脑上班 韩国人都是看新闻上 先知道中国政府关键了武汉城市 所以在韩国大球开始的时候 老外星都建议 政府为什么不关键大球 但是政府没关键大球 然后用别的方法感染者 我们在网站上能看到他昨天去哪儿 然后我们能自己避开 不去这个地方 有的人当然反对嘛 因为感染者 越来越多的话就怎么办 但是现在韩国人都是戴口罩 还有军事政府的规定 越来越下降 然后现在还是满意 因为美国国家的政府的规定 跟这个国家的情况有关系吧 韩国是比较小的地方 还有人口也是比较少 政府都是劝告老外星 一定出门的话戴口罩 现在韩国长在韩国都是民主主义的想法 但是我最近听到乌州的情况 我的想法是 中国政府为了老外星的健康 然后选择了最好的方法 以前我们的聚餐的方式是 超过二十三十个人一起去非常大的大厅里 我们吃喝 但是现在三四个人能去喝的地方 我们享受时间 我的话我没有这样的感觉 但是我不知道别的人的想法 但是我的话 因为日本的方法就可以了 我来自个人离开 这第一条回事 我来自我时间去打一大厨里 我去打这个厨里 在这里 我回来 你的手段 我去打托 我去打托 你 你想